我属于我和神秘大咖的专属时间 是谁呢 欢迎 欢迎Jolene 你好 我们的蔡依林 还有所有的网友大家好 是 Jolene你好 就是其实在得知您要来我们南昌之后呢 我们的很多特别喜欢你的粉丝 他们也特别期待您的到来 然后也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表示对您的欢迎 首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南昌做客 然后另外呢 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电台 还有我们的微博微信 征集了很多歌迷朋友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等着你来点名 对 回答 所以我现在代表众多爱你的粉丝 稍微来采访一下可以吗 好啊 好啊 首先其实我自己本身有一个特别的好奇的地方 因为一直他们都说你是一个努力 盖过了天赋的优秀的歌手Jolene 包括你的舞娘拿了金曲歌后 然后还有Pay也拿了年度专辑 所以一直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所以我们一直在期待说 最近或者是最新 有没有新的惊喜 不一样的特别会呈现给我们呢 最近有一个蛮好的体验 就是在米古我一直都是那个首席体验馆 音乐首席体验馆 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新的尝试 然后因为也前阵子大家有听到我的新歌吗 对 幸福路上啊跟哈威尔合作那首歌都是 然后当然跟米古合作还蛮开心的 因为是也十年了嘛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 不管是我下一张新专辑啊 都可以在米古给大家强行听到 所以我们就特别期待这些新的惊喜 和新的这个新的创新 带给我们这些粉丝和歌迷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要有好多歌迷和粉丝的问题 首先呢是这个手机号码是188 和你在一起0943的这个歌迷李颖 他说九令很多人都很佩服你的勇气和毅力 说您是拼命十三娘 然后比如说您挑战街舞 还有彩带舞或者在芭蕾和钢管舞上面 都不断的修炼 所以想问您生活当中 是一个特别完美主义者吗 您会不断的制定很多小目标 然后一一去实现或者去功课吗 我会耶 因为我自己很好奇很多东西 如果自己觉得 这个东西引起我自己的兴趣 我就会去想要去试试看 像蛋糕啊做菜啊 或是怎么样画画啊 是 这些都是一些生活中 我觉得可以学习 然后也可以增强一些自己的技巧 我就会去碰一下这样 但我不倒会是非常完美主义 我只是想要挑战一下 比如说三个月前自己的技巧 到三个月之后的一个进步这样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歌迷也说 让我带来问题说 发现了您就是特别爱生活这一块 包括您今天也非常的漂亮 这一衣服是你自己搭配的吗 这一顺衣服 这我造型是搭配的 特别好看今天 谢谢 然后还有这个手机号码是151 和你在一起4839的途径 他这个粉丝说呢 我也有问题想问九令 我记得之前九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自拍不是特别厉害 我自己就是以自己漂亮为主 所以他很好奇 说九令平时在生活当中 是一个爱打扮的女生吗 就是爱特别美美的女生 对啊 我自己蛮喜欢看自己漂亮的样子跟感觉 所以不管再买一些可爱的东西 或是特别的东西 我就会很开心很兴奋 然后我自己觉得穿衣服 能够是一种可以让自己开心的魔法 对 所以我很鼓励所有女生都大胆穿出你自己想穿的东西 好像女生都特别的爱爱漂亮 就是爱对特别美 所以包括九令在尝试的蛋糕还有时尚这一块 我们都看到了您的就是特别可喜的这个创新 谢谢 然后另外呢 还有说这个在我们的微微博的平台上 蔡依林撩我这位网友说 说想问您的MV最想和谁合作 她想知道幸福路上新歌的封面图是蔡依林姐姐多小的时候拍的 然后蔡依林想问您小时候调皮吗 我好多问题 大家第一个是什么 MV想和谁合作 对 她有点好奇心太重了 想和谁合作啊 好问题耶 还没有想过耶 因为已经和很多艺人都合作过了 和很多人一起合作 那没关系我们就来问第二个 想不到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说她的新歌 幸福路上的这个封面 是多小的时候拍的 大概是我 好像三岁的时候拍的 我妈妈跟我讲是三岁 所以你小时候也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女生吗 我小时候是非常非常乖的女生 安静的小女孩 非常安静 没有像现在这么叛逆 我其实采访之前我觉得还是有点小 来跟这个公司表态的话 我觉得当然我不会排斥任何一个城市 其实我都很想去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您的南昌之行 好吧 然后另外呢 这个全世界最爱的蔡依林 这位网友说 她在刷屏上提问的 说九令小姐姐 最喜欢你的坚持和努力了 我和我的朋友同事都想问你 你是如何保持这么好的身材的 然后平时工作压力大的话 你是如何去解压的呢 我很注重营养的食物 我觉得然后会训练我的身材 就是会运动这样 自律 对所以这两个会让我自己 当然我很重视作息 比如说我的睡眠时间啊 跟我喝的水量都会特别重视 所以这是我的 我就不会有那种 明天有特别大的颁奖典礼 我要减肥什么 我就没有这种 因为我平日就已经 在生活当中 对已经融入成生活的习惯 所以不会有溜溜球的困扰 那另外就是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压力大的话 您会通过什么样 像我们比如说跑步 对吧 或者是运动一下 听听歌我们就减压了 那您在生活当中 如果遇到压力大的时候 您会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压呢 首先先放掉这个 让你压力大的想法或是事情 然后你先去做一点重复性的 比如说拼图啊 或是看电影啊 转换一下情绪 对 学习到了 或是大声的骂脏话 这个大人的想法 我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谢谢您的支招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都是说您的这个问题啊 也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有惊喜送给 在我们线上看直播的朋友们了 我想知道 终于你刚刚在我问你的问题当中 有哪个比较喜欢的问题 或是印象深刻的问题吗 因为我们就是 你喜欢哪个 我们将送给他一份大惊喜 就是您的签名专辑会送给到他 所以刚刚的话 对 哪个问题你会比较 印象深刻啊 印象深刻应该是我回答不出来的那个问题 就是安不必想和谁合作 所以啊 今天呢 我们就要恭喜这位朋友了 谁 就是蔡依林撩我 这位网友 好 你们被蔡依林撩到了哦 所以待会儿啊 好巧 后面我们会 工作人员会联系到您 把这份大惊喜送给到您 恭喜您 好了 另外呢 我们在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一位巨星 闪亮登场 所以你们期待的话呢 赶紧把屏幕给刷起来 另外在这里 发布新的互动主题哦 请找到生活当中 和你在一起的元素 爱的江西移动 咪咕小编 带和你在一起 巨星演唱会 超级话题 小编已经发布了 参与的秘籍 会送出更多的惊喜 等着您 所以现在呢 请我们的九零 蔡依林 稍坐休息 待会儿会马上 更精彩的东西呈现给您 现在回到 演唱会的主会场 更多的精彩 来到南朝 不知道九零 之前来没来过南昌 有有来过 来过哈 我也是记得 那么觉得南昌的歌迷怎么样呢 非常的 非常有活力 而且很热情 对 而且通常我们第一个 我知道我去很多表演 通常第一个上台的时候 他们都会 还没有付出那个热情 但是今天 我唱第一首说 大家就很嗨了 大家 小编夸你们了哦 你们的尖叫声呢 好 九零呢已经迅速的点燃了我们这个场内的所有的观众 当然在场内有这么多人 其实场外 分会场还有直播平台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看着你的演出来跟他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所有的网友大家好 对在那里 应该无处不在 他们都能看得到 OK 无处不在 我们知道九零有很多歌都是讲爱情的 对 那关于这个爱情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元素呢 爱情啊我觉得要互相互相体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体谅 就是能够沟通然后不要不要太以自我为中心 对 体谅二字是最重要的 对 其实就跟刚刚哲林说到的一样两个人在一块其实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相互的信任沟通以及宽容啊 那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以及所有分会场和直播平台上的网友们都能够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收获美满的爱情 好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哲林还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把舞台继续交给哲林好吗 好 有请